周冬雨,最年轻的影后,在影视圈发展越来越好,虽然看着还像小孩子,但其实已经有27岁了,快笨三的人却没啥感情动态,确实挺让人着急的,原来啊,不是周冬雨不谈恋爱,是他已经把感情看得很透彻了。 周冬雨最近,他参加了华少的一档节目,首次谈论自己的恋爱观,当华少问周冬雨是不是喜欢霸道总裁的男生时,周冬雨并不否认,还大胆承认自己小时候很喜欢霸道总裁的角色,尤其是《公主小妹》这部剧,周冬雨可能那个时候年龄还小,所以周冬雨也相信,偶像剧里的浪漫也存在于现实当中,看每一部偶像都津津有味,可当他进入娱乐圈之后,浪漫看透了很多事情,就比如感情这一块。 他现在就开始有了一套自己的观点,告诫电视机前的朋友们,千万不能相信那些偶像剧里面的情节,如果按照那个标准去找,真的可能会单身一辈子。 周冬雨而且他还搞笑的,谈起了自己拍爱情戏的感受,虽然屏幕上看来很是浪漫,但实际是,两个素不相识的人,在冷冰冰的机器和摄像头之下,一群人的围观之下,演着轻轻握握的戏份,其实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。 更别说什么恋爱的感受了,周冬雨这番话一说出,确实让人大惊失色,也许是自己看得比较开吧,所以即便是他和很多当红明星演过戏,最后还是不能因戏生情。 而且更让人佩服的一点是,周冬雨是身材瘦小,在演戏或者参加综艺时,最初和谁都没有CP感,最后却和谁都有CP感。 周冬雨周冬雨曾在拍摄电影《同桌的女时》,就和林更新传出了恋爱绯闻,但最终双方都没有承认,所以被人认定为电影前的炒作。 2016年和于文乐在《我们相爱吧》里面组成一对CP,在综艺过程中,两人都很甜蜜,而且大叔和罗莉的爱情也十分让人羡慕,可节目结束,几乎很少联系。 第二年,于文乐宣布结婚了,对象也不是周冬雨,周冬雨再就是年轻一代的张艺山,一样千喜了,当时很多人都觉得,这俩人和周冬雨不太大,结果看完剧或者电影后,恨不得把他俩凑在一起,无论年纪大的,小的,帅的,一般的,只要跟周冬雨在一起搭戏的男演员,都会有CP感,这不是颜值的匹配问题,而是周冬雨的演技好,周冬雨,周冬雨当然哥,周冬雨也懂得把握尺度,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,和众多男明星有过合作,并没炒作出什么绯闻,真是没想到,刚刚满27岁的周冬雨,居然能把感情看得如此透彻。